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国内打拼到英国去了 直到到了英国安顿下来以后 我才怀念在国内的这些以前的生活 就像这样的菜市场 我特别特别地怀念 小念 你在看什么呢 老板 给我们做两个 伯母 你吃过这个没有 特别好吃 是小时候的味道 其实有时候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我也总想到小的时候 小时候我和妹妹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 爸爸妈妈也没时间管我们 我们两个就跟两个野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的 特别自由 可是这种心境 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了 小弟 小弟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摔伤啊 小弟 小弟 你慢点儿 你没事吧 小弟 没事 可是棉花肠肥了 没事 先起来 没事吧 肥肥了 姐姐的这个给你吧 嗯 别哭了 你妹妹 伯父伯母应该也知道 我们俩之间有好多误会 其实也不是误会 都是回不去的错误 你和你妹妹的事情我也听说过 其实我总觉得是她的错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我才知道其实一开始就是我错了 我从来没在意过她的感受 我总觉得我是在保护她 把所有的最好的都给她 可是她最想要的我都不知道 傻丫头 傻丫头 能够成为一家人 兄弟姐妹 那是多难得的缘分 我们一生当中 不管是朋友 还是爱人的数量 都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但是家人不可以 就那么几个 哪怕少了一个 你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看到这个棉花糖 就想到小玉和小鸥的小时候 我也常常买给他们吃 小玉常常都不吃 要等小鸥吃完了 还把自己的给他 伯母 如果公益哥他还在 就好了 走吧 小练娜 伯母一直有一个事情 想跟你说 是关于小鸥的 你要知道 小鸥的个性和他哥哥相比 要倔强得多 不管他心里有什么感受 情绪 他都不会随便跟别人讲 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地和他交往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比一般的感情 能承受得多得多 也要付出得多得多 你可以吧 伯母 你放心吧 公欧对于我们这段感情 付出也挺多的 我能感受到 只是现在我有一个事不太确认 伯父他能 能接受我吗 伯父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他不是顽固不化的人 不要忘了还有我在呢 伯母真好 小鸥跟你在一起真的不一样 只要他开心 你们两个年轻人开心 我就高兴 咱们买了好多东西 今天真的好丰富啊 等一下伯母 我接个电话 喂 怎么了 什么 什么 你怎么又进医院了 好好 我现在马上过来啊 小念 出什么事了吗 我 我朋友进医院了 我现在得赶紧过去一趟 那没事没事 把东西给我 你赶紧去吧 谢谢伯母 不客气 那我走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了 小心一点啊 好 师傅 走吗 走 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了 你说话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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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了 啊 怀孕了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你真的妈了 真的 小念 我现在这里面已经有一个宝婆了 你当爹了 你当爹了 你怎么办吧 老婆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一定得随你爹我 啊 大眼睛高鼻梁了 千万别笑你妈 脾气那么暴露 笑你干嘛 我让他以后找不到对象了 我又不找了 你还真得笑哪 小老板 开完会了 先生 还需要点什么吗 不用了 谢谢 好 听小姐说了 恭喜啊 确认怀孕还有红包 谢谢老板 好日行平安 谢谢老板 你也回来了 那 怀孕没有我一份功劳吗 你看看你自己的工作状态 晚来早走了 差得要死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看破不说破而已 我们是意外 意外 意外啊 意外 不是啊 我们这不是为国家解决人口问题吗 现在这个人口出生率骤减啊 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那如果恩义有一个人需要挺身而出报效怎么办 那我们一生责无膨担啊 真的啊 嗯 那好啊 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 你可以英勇就义 那也不用那么着急 毕竟孩子还需要个爹 是不是 并不用 我现在抚恤机能到手 你可以给我一下 谢谢我杀驴 好 正式的恭喜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行了 晚上我们先走了 走吧 路上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看不出来 你还这么人闹 我还以为你会叫米生回去上班呢 就算我抓他回去啊 他也没心思工作 就当是提前给他放产假了吧 到时候 从他工资里双倍扣就是了 这个时间 我也不想回公司了 不如 我们也去约个会吧 约会 这么正式啊 好啊 去哪儿 走 你就像一轮太阳遥远的光芒 你是我的 我没想带你来这儿 我就是随便逛的 我就是随便逛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新郎新娘吗 嗯 相传啊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 带着他的女王到布里斯托尔旅行的时候 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爱戴 一位面包师的妻子啊 从窗子里 向他们撒下了麦穗 预祝他们能够幸福美满 白头斜了 后来就演变成了现在五彩斑斓的紫蟹和麦穗 据说啊 被撒过的新郎和新娘都能够幸福美满 子孙满堂 你知道这个版本这么洋气 我也知道一个版本 是这样的 东北人娶媳妇 把媳妇带进门之前 都会往他们身上撒粮食 一呢是告诉媳妇说 我家里有钱 有粮食 够养活你 二呢是祝福新人 五谷风登 都差不多了 不过你这个点故更洋气一点 我要把它记下来 以后作为我漫画的素材 又是漫画 就不能想想别的 别的 比如呢 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怎么办 米生和丸子他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连婚都没结 我可不想落后太多 别到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都能在草地上跑了 我脸上都没面子了 那 你是为了超过米生 才向我们结婚的 也不是 我想结婚 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喂 倩初 小念 在忙吗 最近公屋家出了点事 你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只不过下周要去医院复查 检验报告也应该出来了 所以我想 你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陪我一起去吗 周姐 可以 你不高兴了 你觉得吗 我觉得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陪目前出去复诊 他就是检查结果出来了 可能有点不安 他不安就让你陪他去复诊啊 你又不是开保险公司的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你知道我怎么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我考虑考虑吧 不用考虑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决定了 石小念 你什么时候可以替我做决定的 你是我的 以前吧 我可能还会有点犹豫 可是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 我就不犹豫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这段时间我跟你父母生活在一起 我特别幸福 让我更明确了我们俩之间的情感 以及我对待别人的态度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经历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 确实特别苦恼 我跟我父母现在已经基本不联系了 跟小弟也反目成仇 前出现在还这样 不过还好 我很幸运 遇到了你 有你在 我就特别心安 就像我想得到叔叔阿姨的认可 我也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得到我所在意的人的认可 沐千初是你在意的人吗 但是绝对跟你不一样 公 你知道吗 我特别害怕失去你 前一段时间 沐千初受伤 我去照顾他 咱们俩闹了不少别扭 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 你会跟我分手 然后咱们俩的情感 就彻底崩盘了 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但是我知道 你不会跟我分开的 对吧 那可不一定 万一你先出轨了怎么办 我不会 我绝对不会 我发誓 千初对我来说就是亲人 我想他好好的 就跟我想叔叔阿姨好好的 我想自己爸妈好好的 还有小弟也好好的 是一样的 真的吗 自从有了你 有了丸子 你生 还有你爸妈 我就觉得你们 人给了这个小圈子 让我特别安心 我就不再去想 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 这样想完以后 再面对千初 就都很坦然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俩会崩壞 我说了这么多 你就抓住这一句 当然了 这一句是重点 这么敏感的词语我怎么可能忘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把你拱手让给别人的 更别说送去别人的怀抱 这种事情在我公屋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公 谢谢你 我答应你 去吧 不过不能去带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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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把秘色公也带着 看到没 知道了 带着 知道了 带着 splitting 什么呀这是 怎么配这么难看的一条领带啊 太难看了 这哪里难看了 挺好看的啊 爸这是最新的搭配方法 你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老不懂思想吧 我不跟你说了 我是耍耍耍耍 等等 来 把里面放着 放着再做 爸 罗嗦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我爸他也不是生气 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最近啊 他变得异常地啰嗦 我没觉得他啰嗦 他总是对我话那么少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记忆咱们俩 你 你 这是要去见顾前处啊 他今天做复查 那你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早 早去早回 不 不 查 查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我先去陪你把领带还一下 走吧 我先去 小剑 你先上车吧 我打个电话 没事吧 没事 嗯 喂 查清楚了吗 沐谦初的后续治疗 还是陈医生在接手吗 这个暂时还没有线索 但是陈医生 一直是沐谦初的主治医师 应该是最了解的病情的人 继续安排 好 最近睡眠之量怎么样 不是说得好 最近经常会做梦 梦到一些之前的事情 也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所以整个晚上 都在半睡半醒之间 到了天亮 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 之前给你开了安人的药室了吗 吃过了 它没什么效果 你的病最忌讳的就是过度用脑痕疑了 想的事情越多 脑子里的东西就越杂乱 越不离于你的睡眠和记忆的回復 我最近的记忆力的确不太好 有的时候看报告得看两三遍才能接得住 我还以为是睡眠不扣的缘故呢 你现在的恢复状态 并不理想你值得我 我能感觉到 Sidorp 他多大了 一岁半 好可爱呀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你的老毛病很可能会复发 复发案吗 还有啊 如果你再出现什么 恍惚或者头疼的情况 记得及时联系我 我会安排你再次的程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陈一串 姐 妈 好 然后吃完了还吃 吐完了还吃 吃饭 叫姐姐开开 嗯 拜拜 来 谢谢小店 谢谢 怎么样 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 没事 挺好的 跟以前一样 那这次怎么这么久 我就是好长时间 没见到陈医生了 聊得起去别的 我真没事 走吧 我记得 上次咱们两个这么散步 还是十七岁时的夏天吧 是啊 小念 你觉得这些年 你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 那肯定是有的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可能是 记忆恢复之后 又重新给你认识的感觉吧 又重新给你认识的感觉吧 像我妈妈似的样子 那可早着呢 因为在我记忆里 你还是十七岁 穿着校服似的样子 十七岁 离我们已经好远了 大家现在都有变化 你看 你看 我都有远远闻了 可能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 经常跟公欧父母住在一起的原因 觉得他们经常斗嘴 还分不开 很有趣 我原来的梦想 就是以后的家庭能够和乐融融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讨厌吵架 可是现在觉得 如果是这样 也挺好的 你 其实我一直没问你 你在工作家住得还开心吗 比开心更多的是安心 他们都带我像家人一样 他们都带我像家人一样 跟我真的很幸运 有这样的家庭 还有你 杰出吗 看来我上回跟你说的 是不可能的 我上回 好了 晓妮 我知道 既然你选择的是她 我一样 会用我的方式来换我 什么保护不保护的 搞得好像我有危险一样 晓妮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 是有一些事情要问 今天沐谦初跟你说什么了 今天沐谦初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闲聊了几句 闲聊 闲聊什么 你是在审讯我啊 咱们不都说好了 互相信任彼此吗 怎么 你这么快就反悔了 我承认我现在是有点反悔 可是我一提到这个沐谦初啊 我就耳耳跟着发痒 总觉得没什么好事发生 真不是 她什么都没说 她就问了问我漫画的事 什么漫画 就是以她为原型的那个 她问我那个漫画里 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 还记不记得有什么别人 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问 就我感觉她好像看过那漫画 还有什么别的人 肯定有个人 可是我不太记得了 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想找以前的一些记忆 看看能不能想起以前 以前认识的人 那个漫画上应该没有 我再想想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大晚上的 我们俩经常去那个湖边 在那儿好像还有一对情侣 情侣 是不是情侣我也不清楚 因为只能隐隐约约的 看到两个影子 但是他们的关系挺亲密的 好像怕被打扰一样 听到脚步声就都走了 你冷吗 我不冷 你冷吗 我也不冷 你冷吗 诶 我 你冷 但是你冷 你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了 一会儿看 对了 跟樊盛的会是几点 十点半 人都到了 在会议室 小牧总 樊盛的人已经在会议室了 牧总和几位股东通正营去开会呢 姐和股东也在 今天只是和樊盛对接一下合作方案 想不到姐会带着几位股东过来 很疲弱 凡胜的项目是我一手促成的 多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 只不过项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姐突然带着别人介入进来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不合适吗 不合适吗 牧师这么多我谈下来的项目 被分转出去的时候 也没有人为我觉得不合适 我这都是为了公司 金初 我听你的主治医生说了 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我也跟几位股东商量了一下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你也知道爸妈有多在意你 如果你再出现什么善事 大家都会觉得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替你分担什么 所以你放心 你先好好治疗身体 等你身体好了 牧师不还是你的吗 目前大家都觉得 牧师由我接受 对大家比较好 交给你大理 那我呢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让你好好休养 如果你想参与 我也可以分辨一些工作给你 这样对爸爸也有个交代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 更重要的是 我为了我最亲爱的弟弟啊 为了我 你知不知道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 更换负责人是多项元气的事情 不只是凡事 我手头的三个项目 都已经到了落锤的阶段 你要帮我换下去 让他们都停摆吧 有我在是不会停摆的 比身体不好的事 小到项目 大到投资 甚至可以说整个公司的运营 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你大可以放心 没什么问题的话 项目状的公司 你快就回家了 今天就到这里 姐 你是不是在怪爸的 今天就到这里 你是不是在怪爸的 静说些小孩子说的话 出于身体 看来 他真的已经开始动作了 他现在就是想加工我 先打算我的项目 再一步步切断我的人脉 这样 他就能重回把牧师 拿回他自己手里 牧总 坐吧 之前勇家在这间的项目 是徐部长负责的吧 是 现在这个案子 在招商方面出了点问题 你再去跟一下 可是 牧总已经把我调到 樊胜的项目里了 姐把你调回来 已经算是特例了 我们牧师从来都是 项目跟踪责任职 不过姐既然看中你 这也没什么不好 把这个项目做完再回来也不迟 您说呢 我听说徐部长 在樊胜的项目中 也不是什么主要负责人 可是在勇家的项目中 您可是第一负责人 不要因小失大 牧总 什么 徐部长被调到浙江 跟王勇家的案子了 王部长被派到国外 做出国调研 最奇怪的是皇主任 之前他挪用开发款 被我们瞒下来的那件事 不知怎么了 又被提了起来 现在正在被免职调查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太低估我这个弟弟了 没想到是个狠角色 既能找公司的漏子 又能敲老爷子的钟 这一句 算他有点能力 伯母 真的可以吗 没问题 我说可以就可以 你伯父很喜欢这种公笔画 你就跟他说你要学学 没问题的 一定可以的 好 去吧 没问题 伯父 我想跟您学画画 跟我啊 嗯 那一个温柔眼线 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尽口 心脏也照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只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蜜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 我还没画完呢 我看看 我们的梦想 你 你 这么声音啊 线条一点都不流畅 你画画的时候 你 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原来画也不紧张 你别模仿我 你按自己的画 再试试 啊 按自己的画 嗯 嗯 嗯 我知道了 我完全没有画工笔画的天分 谁说的 比刚才好多了 嗯 嗯 你不是学漫画的吗 怎么突然想起练工笔了 哦 我是 我是听伯母说 您每天要给画上色 特别辛苦 所以我就想学着 看能不能帮帮您 哦 你连工笔是为了帮我上色啊 行了 别忘了 你把这些东西收一下 然后陪我出去走走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 好 小念 上次你跟我说了你跟晓鸥的情况 我呢 也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说实话 你说的这些不是不打动我 而且我也清楚 你们俩的感情是真的 可是 小念 两个人要在一起 只靠感情是远远不够的 你说 你能让晓鸥快乐 那我问你 如果晓鸥失去了恩义 失去了一切甚至 连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机会都没有 她还能快乐吗 你说你能陪她吃苦 但我认为 一个能帮助她的人 是不会让她吃苦的 你现在还认为 你跟晓鸥在一起真的合适吗 是否 完了 完了 我以为最近都有好转了 怎么伯父对我反而更不满意了 伯父 我是很多方面配不上龚翁 您说得对 我带给她的陪伴 远远不如能直接给她帮助来的时机 但是 就像您跟伯母一样 您真的觉得 拥有财富和地位更重要吗 在我看来 伯父您能拥有相爱的人 幸福地度过这一生 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你们都失去了彼此 那岂不是比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更难过吗 伯父 伯父 我是不是说错了 伯父 你刚才说得很好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你什么都重要 我想清楚了 只要你跟小傲珍惜相爱 愿意陪伴对方 我会祝福你们的 伯父 那您这个意思是 谢谢伯父 谢谢伯父 我和小傲一定会努力的 将来的路还很长 不管一到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 不要离开她 小一的事 对小傲是个不小的大许 我不希望 她再遭遇分离的痛苦 好 谁能说 人的一生难免生离此别 但只要彼此相爱 相互陪伴 就会度过一切难关的